瓜地馬拉總統莫拉蕾斯 向蔡總統開口要援助 拓寬公路 晶圓外交難道真的是 台灣的宿命 孫大成曾派駐瓜國 七年半相當了解當地需求 瓜國元首打伸手牌 同一條公路先前已經援助 超過了一億美金 這回蔡總統也阿薩利 綠營過去在野時 批判金錢外交 現在自己也得砸大錢維繫 尤其對岸近日挖牆角的動作 從友邦推向非邦交國 目前我方還有五個保留中華民國國民的代表處 包括厄瓜多 斐濟 越旦等 面臨下一個被摘牌的風險 在野黨質疑 小英陷入意識形態之爭 得付出更大代價 你如果接受九二公式 對你是個修路 那你覺得森多美斷交 還有奈吉利亞這問題算不算修路 如果相交之下哪個修路會比較大 對岸壓縮台灣國際空間 新模式啟動 每一週每九二 台灣交朋友難度更高 更難逃金錢代價 記者黃明珊 邵玉敏 台北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